民国51年成立的玉璃镇忠诚国小到现在还没有成立校友会 不过今年就有许多校友纷纷表示彼此都还有联系 并且希望透过校友会来持续传承以及凝聚各校友的情感 第一届理事长林景棠也是这次的模范校友 他希望透过校友会大家都能够回到学校来看看 学弟妹回忆过往小学生活让大家都有回家的感觉 民国51年成立的玉璃镇忠诚国小到现在还没有成立校友会 不过今年就有许多校友纷纷表示彼此都还有联系 并且希望透过校友会来持续传承以及凝聚各校友的情感 就是希望在忠诚国小成立一个校友们回到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可以看看他的毕业纪念照到底摆在哪里 我们摆了校友会里面摆了第一届到59届每一张的毕业纪念照 所有的校友都可以回来找你的毕业纪念照在哪里 你的位置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传承的精神 第一届的理事长林景棠也是这一次的模范校友 希望透过校友会大家都能回到学校来看看学弟学妹 也回忆过往小学生活让大家都有回家的感觉 校友会能够作为我们中成国小未来最大的后顿跟资源 学校需要学弟学妹们需要 我们校友会一定都是站在第一线支持学校 给学校最大的资源跟最大的支持 接牌仪式上校语不断 更能感受到校友会紧密连结以及深厚感情 林景棠有信心 未来在众多校友热心参与和付出之下 校友会凝聚力和效益会更加的强大 接着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与年轻人